寬敞的客廳 四處可見華麗裝潢 除了有些邊框 使用特殊的建材包覆 不少牆面還特地做了造型 就連室內樓梯 都採用金黃色的扣件 跟木質扶手 不過開價約2500萬 卻引發不少民眾討論 原來這戶產品就位於 高雄火車站附近 屋領約35年 建坪超過70坪 金額換算 每坪約35萬上下 但其實根據現行 房屋買賣稅法 裝潢就算不能提升價值 也能用來抵稅 吳太太的透顛座即將完工 客廳整潔明亮 還有全新的餐廳廚房 就連樓上都有整層的大主卧 以及獨立的更衣間 其實屋林已經23年 而且半年前購入時 樓地間游擊嚴重剝弱 天花板發霉腐爛 就連木質家具都長滿白蚁 雖然當初取得成本約600萬 但為了入住 光重新裝潢就花了近300萬 幾乎比鄰居的取得成本還高 因此聽到可以抵稅 也讓他們大感意外 這樣感覺就是人家房價很高 我們房價很低的感覺 如果可以口水的話 那是最好的 因為有時候看到是帳面上的增值 但是其實還有一些潛在的成本 沒有算下去 像是屋內的水電管線 泥座木工或是磁磚位浴都算 但家中可移動拆卸的家具家電 或是玻璃窗 則是不在範圍 因此裝修房屋時 別忘了保留單據 也許哪天賣屋時 也能幫自己創造小缺陷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